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对中国留学生的career counseling,事业发展咨询第一 那我们这个呢会是一个系列的视频 主要呢介绍从我们这边能够给中国留学生提供服务,建议,咨询,帮助 那为什么做这一系列的视频以及这样的附加的服务呢 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从今年2024年开始呢 我自己应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帮助我们的客户 包括尤其是主体中国留学生,当然也有访问学者,博士后,有专业人士等等 那我自己呢有两个孩子,我的大孩子呢现在在MIT读本科,今年毕业 然后呢我的小女儿呢现在申请大学,在早生阶段呢也已经被一些好的大学录取 现在还在等这个regular decision阶段 那么孩子的大学申请告一段落呢 此前作为这个父母嘛,中国家长啊,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注意力 那现在呢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我的大女儿被MIT啊,耶鲁啊,Upen啊等等 其他一些大学录取的时候呢,我写过这样的文章 后来看到呢,网上还有不少转载的,有的去掉了我们的姓名,有的不正确的信息啊,说的一个律师妈妈怎么样 还有的呢给自己的洗稿做成视频的,有的我们发现呢要求对方撤掉了,有的可能还在网上流传 那我们也吸取教训,一方面呢,不要暴露太多的个人信息 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视频,不是文字,对我来说也更方便一些 那我的小女儿刚经历了大学的申请啊,那一样的,那我也有这个共同的感受啊 和其他的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啊 那这方面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在我们西卫名律师事务所呢,过去的十几年里 我们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专业人士 他们取得美国的绿卡和签证 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也了解到这成千上万的这些人士 他们的简历,他们的背景 那么哪些人比如说有好的发展,高薪工作 哪一些人有更多的曲折,弯路,这些我们也都看到 那么有无数的这样的丰富的经验教训 除此以外呢,像前面讲到我自己的孩子 及他们的同学们,有在高中的,有在大学的 还有我的大学同学,他们的孩子们 以及他们自己啊,对吧,等等这些人的事业的发展 观察看到呢,有很多正面的经验 也有个别的负面的教训 从这些方面呢,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比绝大多数的其他的公司 或者个人吧,有更多的丰富的经验 然后呢,知识,信息,案例,积累 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帮助 这个呢,是从Resource Availability角度来说的 那么从需求角度来说呢 那我们在帮助客户办理立卡 工作签证等等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呢,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有个专业人士,背景很好啊 那在中国、美国名校毕业 或者说呢,也花了很多年功夫 学习各种专业知识 但是呢,也有的时候有遭遇这个曲折 有的人比如说,他到美国读了高中 然后又读了本科 又读了一个硕士,又读另一个硕士 然后又读博士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但是绿卡申请还没有开始 或者中间申请了,又被迫中断了 因为换工作,因为别的原因 这样呢,那当然人各有志啊 但是如果你想要留在美国 然后呢,绿卡申请一直不顺利 那当然了,对于找工作 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当然很多人追求说这个学校的排名 名校毕业,对吧 那我自己呢,和我们律所的一些同事 我们是这个北大以及其他的中国的名校 还有一些美国的名校毕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以后我会分享一下 在后续的视频中会更多的和大家讨论 如果申请人,不管你人在中国,在美国 然后呢,你自己或者说你的孩子正在考虑要搬离美国的留学 或者说已经在留学 或者说从学校毕业了 或者说在选择专业的过程 或者说要转学,转专业 或者说找工作的过程 或者说办利卡,办身份的过程 整个呢,如果有可能 在律所能及的范围里 我们也都可以提供帮助 提供counseling 不管是通过电话 通过email 通过文字 通过其他的方式 那么也都可以 前面是一些基本的介绍 下面先说一下个人的经验教训吧 那我自己呢,是北大化学系毕业 化学系呢,至少在当时是全北大最大的一个系 我们年级呢,有150多人 我自己呢,高考成绩还比较好啊 我自认为吧,根据我有限的知识了解到 应该是北京地区呢 这个化学系录取的几十年学生中 高考的分数最高的 所有的全年级的学生中也比较高 但是呢,我自己的大学生活呢 可能过得并不是很顺利的 就是自己的教训吧 那么在中学的时候嘛,很简单 对吧,讲的说 我这个争取被好的大学录取就是 上了大学以后呢,有一个选择说 那我做什么呀 那在中国呢,过去要转专业也比较难 学的纯理科呢,至少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吧 对于出国本身比较容易,比较方便 但是对于就业显然是不方便的,不好的 这个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最近我看到有网上的统计 包括北大、清华等等其他的学校 毕业的本科学生都做什么了呢 80%或者相当的这样的数量 都继续读研究生 就像是一个考研预备班一样 那这个本身当然不见得不好 但是你至少在本科期间 如果说学到更好的知识技能 这样呢,也对将来有更好的准备 那后来来到美国读这个化学专业的博士 本身呢,后来还算是顺利 博士顺利毕业了 那么毕业以后做什么呢 就一样,你说回顾过去几十年 比如说中国也罢,美国也罢 热门专业,像计算机 这个工作机会增长了可能至少几十倍 化学专业的工作机会没减少就算不错的 那所以这个形势比人强,对吧 那你不能光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那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教训 做过几年的博士后 在NIH,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自己觉得整个一路呢,还是很努力的 但是呢,available的opening 这些工作机会 尤其是你找到一个工作可能比较容易 对吧,但是你希望呢 不仅仅是job,要有一个career 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可能觉得什么career,这事业好像离自己很远 对吧,那你工作了若干年以后 那你总会想到,那希望有一个资集满意 待遇也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个当然不是从天而降凭空而来的 那你在申请学校,选择专业 这些时候呢,那就需要来考虑 那当然现在比以前要宽松 那你说呢,在美国转专业更容易 但是我们也听说,比如说一些热门专业 像计算机,现在你要是在公立学校 要转就不容易,因为想转的人太多了 那同时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去一两年里 所谓的热门专业,比如说计算机等等 现在要找工作一定原来要买 包括像google一些大公司 也有裁员来off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呢,那原因多种 有这个经济周期的原因,有说有人工智能AI发展的原因 美国的税法改变,对这个研发减税的福利砍掉的原因等等 那不管原因是怎么样,那你要面对这个结果 那我自己看到的情况呢 这个因为联系我们律所的客户比较多嘛 从美国这家那家名校毕业 比如说从美国前50位,前30位,前20位 名校毕业的本科学生,找工作也不一定顺利 那为什么呢,第一呢 你有的时候有一个身份问题 H1B要筹签,限制,要取得工作签证 取得绿卡,从雇主方面有的时候也有保留,有雇虑 那联系方面也是大的环境 那我自己的朋友或者认识的人 有一些他们的子女,那他是ABC出生在美国 没有语言问题,没有身份问题 但是一样的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不是说你找不到,对吧 但是你要找到自己理想的高薪工作 可能并不容易 所以呢,怎么样来应对 那你在选专业上学的时候 就要事先考虑好这方面的情况 从这个视频开始 我们会一系列给大家讨论一下 在美国留学career counseling方面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点我们想指出 就是说,比如说自媒体吧 不管是文章还是视频 都有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事情 然后也经常用个例来代替整体 对吧,原来有金牌讲师 有甜甜圈 然后还有什么有这个复旦的孙博士 流浪的 对吧,这有的是个例 但是宣传的比较广 比如说留学美国能不能留下来 能不能找到工作呀 那现在比如说能不能办工作签证啊 这方面也有很多媒体的文章视频 为了吸引眼球 比较夸张 现在要去美国 这个太难了 你要留下来就没有希望 你要办工作签证 九死一生等等 都是很多夸张的地方 比如说包括前一段有的讲 压力卡排期 Sky is the limit 排十年,二十年 这个它都是夸张的 它随口这个叫口汗 对吧,它这个不负任何责任 但是呢,你如果被误导了 那你自己就要遭受这个损失 所以呢,我们这也是一方面 希望给大家有一个去美的一个过程 希望吧,在略所能及的范围里 帮助大家不要受这个一些极端的言论影响 那么过去呢,很多人 比如说规划的一个事业发展的道路 我美国读了高中 或者读了本科 或者读了研究生 然后呢,我办美国的身份 这个在美国的大公司工作 去得这个中产的生活 落地生根 然后呢,过自己想要过的 这个生活的style 那这个呢,是一个直白的 这样的一个道路吧 顺利的话 那当然了,现在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肯定也存在这样那样的挑战 但是呢,在很多情况下 还是能够走得通的 那我们这个视频系列 也就是帮助大家 就是怎样能够顺利完成这个流程 那当然在哪里生活都不容易 对吧 那我们听说过的中国有996 有35岁毕业被推到社会 对吧 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规则啊 对吧 那还有就是说 大学毕业生不好找工作 什么985 211 像这北大 清华 复旦等等 毕业学校 毕业以后 一样也要找工作 不容易 一定程度上 全世界都面临 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一个 大家关注的热点吧 那我们这个呢 是视频系列之一 我们过后还会录制 更多的视频具体讨论 有更多具体问题 欢迎联络我们 谢谢